在世界上,只有日本这个国家的国家地理位置是十分危险的,因为日本不仅仅是一个岛屿国家,整个国土面积都没有国家海洋面积的一般的,并且国土与国土之间都是有很小部分的岛屿拼凑而来的,这样是特别危险的,不利于国家的发展。 不仅确,日本还是一个著名的地震带,因为它位于板块与板块之间的连接地带。 不仅如此,还建立在海沟之上,一旦板块发生某些轻微的运动,那么日本的国土将会面临着全部淹没在海里的危险。 对于日本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状况,日本的先任首相安倍晋三也完全能够意识到,日本在逐渐步入亡国的危险中,因为板块与板块之间的运动更加频繁了。 对于此,安倍晋三能够采取了唯一对抗这种灾难的方法,就是举国搬迁,把所有的日本民众,全部迁移到别的地方去。 而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危赖关头,竟然没有一个国家,愿意对日本贡献出土地资源,对日本伸出援助之手。 不过,这也是能够理解的,对于日本这种野心很大的国家,很有可能会把别的国家,给予他们避难的土地之为己有。 在这种时候,日本还是自己给自己找退路吧。 我只难忘,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对它给予帮助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